那还是2002年的事 离现在已有八年了 2002年 我到一个工厂去上班 要经过一条路 路上很多黑玫瑰 只要一下雨 自行车就不能走 一走身上就全是黑泥 就算不下雨 也是很大的黑灰尘 让人难以忍受 我为了 我只上了一个星期的班 就硬是受不了 想要改变一下 想来想去 就想到佛在夜报差别经上说 邪疑夜故 感恶风雨急诸沉安 也就是说 黑泥和黑沉都是由我邪疑 那个夜感召而来的 消除业力最快的就是 金刚萨舵百字明咒 但是那条路 每天走路和骑车经过的人 有一两千人之多 于是 我就一次性念了108遍百字明咒 念完后回向 愿这条路上的一两千人的黑夜速速消灭 结果 十几天后 总公司就开始每天派车派人来清理这条路 顿时干净了很多 而且后来每过十几天就会清理一次 不会太脏 我就问我妈妈 这条路以前清理过没有 我妈妈说 这条路二十几年来都是这么脏 从来没有被清理过 2005年以后 我就没有在那个工厂做事了 后来2006年我去看 那条路又变得极脏 总公司也不管 也就是说 108遍百字明咒整整管了那条路三年 我记得那次一次性念了108遍百字明咒之后 过了几天 我两脚的大拇指变得漆黑 过了大半年黑色彩销 大概是排夜期吧 我以前只爱静坐 不喜欢念咒 我夜战很深重 写这个帖子忏悔夜战 只是说一下百字明咒的感应 而不是自我夸耀 愿看此文的人都学营业力消灭 黑夜罪业消灭 成百字明无比威力功德 圆满吉祥成就清净佛果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记得一定要订阅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